其實預防老實講是比較難的 因為人總是會老化 那好的預防方式呢 其實反而是運動補充荷爾蒙 我會建議在45歲以上適當的植物性荷爾蒙的多補充 其實會比較好 植物漿啊 或者是豆類的一個產品 豆腐類其實都是好的 私密處的破皮裂傷萎縮 多數是在45歲上 像更年期前期真的很常遇到 因為這時候荷爾蒙開始下降 你的分泌物減少 你的陰道的彈性 以及黏膜厚度變差 那常常性生活是會有點疼痛的 甚至在停經以後兩年左右 連外陰都萎縮了 所以這種常常會有性生活的困難跟痛苦來找我們 那怎麼去預防呢 其實講出來既然是荷爾蒙不足 我們的答案還是補充荷爾蒙 那這個要跟你的醫師討論 也許是口服 如果你的重點只有在下半身的話 那陰道用的凝膠是一個好的選擇 如果你不適合用藥物 或者你真的擔心用藥物 在這三年比較流行的是打陰道黏膜的雷射 這個雷射目前之前都被廣告是打緊實 其實不然它可以改善陰道黏膜的條件 在國外使用是萎縮性陰道炎 其實我目前門診這樣的病人非常的多 它可以讓陰道的黏膜再生回春 講好聽叫回春 但是其實就讓它黏膜的彈性變好 性生活的反應會好很多 當然還有一種就是外陰的萎縮 其實現在有很多這樣的困擾 有一些真的萎縮太嚴重 它中間是有裂縫甚至有裂傷的 反覆受傷之後會形成疤痕 大概每次都會痛得挖挖腳 如果有需要 我建議跟門診的醫師討論 有時候這種疤痕甚至要切掉重逢 那如何預防呢 其實預防老實講是比較難的 因為人總是會老化 那好的預防方式呢 其實反而是運動補充荷爾蒙 我會建議在45歲以上 適當的植物性荷爾蒙的多補充 其實會比較好 植物性荷爾蒙的來源就來自於豆類製品 像那個豆漿啊 或者是豆類的一個產品 豆腐類其實都是好 可是也不要只依靠它們喔 因為只依靠它們會吃得很累 因為豆類製品吃多了會脹氣